凶狠攻擊女店員的眼睛引起公分 嫌犯的二哥在事發七天後 首度出面為弟弟向受害者道歉 在鄭義哥徐毅的陪同下 兇嫌二哥公開道歉 但其實他也是受害者 因為與嫌犯同住 自己的三個孩子長期活在恐懼中 受害的女店員二號進行顏面修補手術 碎裂的眼眶骨以人工骨修補 範圍從顏面一直到爐底 醫療團隊開刀前祈禱老天一起幫忙 過程也神助般順利 原本預計得花一天的手術 最後是花了四個小時就完成了 超商依舊貼著真人啟示 老闆娘擔心真不到店員 更怕嫌犯返回村子裡 QBBS新聞林一邦屏東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